第831章 望安山 阎王山 罢了 这原本就是我们的本意 只是让他横插了一杠子 此人别看是个武将 可脑子里的筛子多得很 来日方长 咱们和他走着瞧 武安侯狠狠地闭上了眼睛 圣义未答就不能放松 武安侯夫人低语道 你手下人如何 两位副将都已知晓 你是知道老夫的 他心里藏不住事 这会儿营利应该都知道了 武安侯叹了口气 那些小子们知道肯定憋屈 望安山啊 阎王山 他与莫将军熟识 就知晓老莫去的时候 手下将士连肚子都填不饱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苦日子 现在好不容易适应 又要迎来变化 武安侯夫人静默不语 不禁想到 那日萧令瑶来的情形 恢复公主身份的萧令瑶 比以前气场更足 也毫不避讳地亲自前来武安侯府 毫不在乎原地心情 一番深谈也才知道 秦峰与萧令瑶打的是什么主意 如今计划推行 却不知晓 萧又那坏种会如何决定 到了夜间 宋洛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宋府 用完膳后刚进书房 宋清明就进来了 陈间那出争论 宋清明从头至尾没有说话 此事直接涉及的是兵部与户部 将领调动本就归兵部所管 而千军自然需要银两 得从户部口袋里掏银子 可不是要带两位尚书一道商议 宋清明跟进来后 宋洛看着挂在一边的鸟笼子 最近或许是他心情沉重 那鸟笼里的鹰根都粘头粘脑 不负从前那般欢托 父亲 陛下意下如何 武安侯这一回 很难不离开隋城了 宋清明早知道会如此 郑宇说话 又听到宋洛说道 两位尚书大人 极力支持由武安侯带军去望安山 尤其是户部尚书 看来这位是看上南英国的银子了 别人不知内情 宋清明却晓得 自家那位夫人 为了搞定户部尚书费了不少心神 让他为通商之事说话 这次又这般积极地促进 武安侯率军守山门一事 他拿了南英的好处 当真 宋洛看向自家儿子 可事而习告知 是 此事一直未向父亲提及 是因为父亲时常面见陛下 未免父亲心中有事而不得自然 宋清明说道 不过请父亲放心 柔姬并未直接与尚书大人打交道 宋清明不知为何 掠去了柔姬曾与尚书夫人 借故亲近的事 他极少撒谎 此事有些别扭 父亲 府上有陛下派来的人 厨房的两位阿婆皆是 宋洛并不惊讶的模样 让宋清明吃了一惊 见儿子这模样 宋洛叹息道 我们府上只有两位 已经是陛下另眼相待的结果 您是说 有些是看破不说破 宋清明心中清明了 可心里却堵得慌 那些大人也像父亲一般 心知肚明吗 他们对身边侍奉的人 都是筛选在筛选 万分小心 宋洛自嘲地笑笑 我们府上只有两人而已 不值得大惊小怪 诶 这等小事不值得挂心 为父只担心南英这位新君王 年纪不大却颇有眼界 且不拘泥于短时发展 表面上看来 树营界倒是南英吃亏 但于长久看 却是暗藏玄机 给南英多一条路走 在冬月开个口子 宋清明低声说道 他今日虽未参与子沉淀的争论 却将各家之言 牢牢地记在脑中 反复咀嚼 心中沉淀淀 是啊 南英虽然国土面积有限 但若发展各种行业的技术 摆脱对冬月的粮食依赖 再联合北墨 再过上十年八年 孰强孰弱 可就不好说了 宋洛直叹气 宋洛也没想到 南英君王这么能屈能伸 今日他着实有几分挫败感 本以为可以四两拨千斤 南英这么一出 大大出乎意料 也让宋洛有几分自怨自艾 为父老了 宋洛仰靠在座椅上 清明 你要更成熟些 随时盼着你清明 但眼下的朝堂来看 依旧难以如此 为父想做你一直地依靠 宋清明听得心里一咯噔 总有不好的预感 今日在御书房 是否发生了什么事 并无 陛下只是与我们商议对策 结论也出来了 圣旨马上就会下达 宋洛看着着急的儿子 说道 为父只是看到 我安侯如此结果 心中一时感慨罢了 不对 宋清明做了宋家儿子这么多年 如何不知父亲是何种人 哪怕巨风袭来 也会巍额不动 今夜却如此悲观 显然经历了什么事情 定是陛下让父亲失望了 宋清明捏紧了拳头 就听到宋清明说道 如今公主归来 秦风又奉旨成了驸马爷 但你怎么不往公主府去了 明明秦风失踪时 儿子还及时向热锅边上的蚂蚁 如今秦风无视 公主又回了府 儿子反而龟缩起来 是因为五皇子 外面都传开了 说公主与五皇子 其实是亲姐弟 宋清明脑子里盘旋的 却是秦风所会的那幅图 心下难言 滋滋恩恩道 算是如此吧 也是因为父亲如今的身份 儿子想着避嫌 也是 从前让你亲近公主与驸马 那是因为他们二人 不会参与皇子争斗 如今这层关系皆是 情况又有了变化 你有此想法很好 不过 若因此丢失了一位挚友 未免可惜 父亲不介意吗 宋罗闷哼一声道 人活在世上 若是处处为难自己 这辈子还有什么意思 你与秦风在一处 得了多少灵感 为父又不是不知晓 与其遮遮掩掩 不如大大方方 一马归一马 与父亲聊完 宋清明是既轻快又沉重 他都嫌自个儿优柔了 但回到自己院子 看到在卧房里哼着小曲儿 翻看着画本的柔姬 目光立马挪到别处 这柔姬在宋家待也是如鱼得水 在卧房里更是怡然自得 眼下仅穿着贴身剪裁的请衣 便大大咧咧地趴在榻上 浑然不把进来的她当回事 毫不避讳 第832章 歇着吧 柔姬虽是生得娇小 不似冬月女子那般高挑 但贵在身材比例好 因为从小学习魅术的原因 身段看着就极油极软 哪怕只是简简单单地趴在那里 就仿佛在勾着人 宋清明与柔姬虽仅有过一夜 但那一夜的印象极实深刻 腰肢柔软 滑溺的手感仿佛刚刚触摸过 宋清明一想到那夜 便浑身不自在 咳 宋清明重重地咳了一声 提醒道 男女瘦瘦不轻 你这般成何体统 柔姬不以为然地扔给她一个眼神 反问道 洞房那夜宋大人 难道是闭着眼睛呢 妾身这身上还有哪处是大人没有见过的 如今这身长穿得好好的 哪里不成体统啊 宋清明喉咙微紧 被呛得半个字都挤不出来 柔姬低头看着自己的打扮 全身上下 也算是捂得严严实实 哪有一处能和不成体统靠得上的 不禁吃笑道 宋大人就是假清高 这脑子里想着什么就是什么 宋清明无语地 走到自己那张榻前 柔姬收起手上的画本子 笑意盈盈地看着她 手撑在下巴上 依旧是趴在榻上的样子 你明知故问 柔姬扎了扎舌 终于肯从榻上起来 用端庄的姿势坐着 妾身也未想到大皇子 不 是陛下 陛下他登基后会变得如此有远见 此番也令你们冬月君王意外了吧 宋清明未知可否地应了一声 柔姬暗道 这人就是这么不解风情 慢条思理地说道 话说回来 你们冬月的陛下 不也一样老奸俱华 明知道这戒道要戒的是北关 却得望安山 北关由镇北军驻守多的 早就将道路开辟地平坦 当地的居民虽比不上随城富裕 但也过上了安定的日子 望安山却是未开发的山蛮之地 同样是戒道 但应借的场所发生变化 差异性翻天覆地 本意是让南银君王打消戒道的主意 没想到南银宁愿吃亏也要接下来 非要在冬月开个口子不可 短期来看是亏本的买卖 要被征收赋税不说 还要花钱修路开山 但往长远讲 若是戒道成功 三国通商是迟早的事 到时候经济互通往来 情势必将发生变化 而对南银和北墨来说 戒道还大有文章可做 南银君王此番开阔的心胸 道称的元帝眼光狭隘 更是刺激的冬月朝堂乱成一团 如今戒道显然是成功了 元帝还趁机处理了五安侯 看上去冬月是得了钱财 元帝又借机处置了心有戒地的臣子 表面上看是一举两得 宋清明却觉得这恰是后浪 扑上了前浪 元帝老了 他这般心事重重 柔姬的手指在画本子上敲了敲 清语道 宋大人 这人有运势之说 国则有国运之说 你虽是臣子 但也有不可为之事 何必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宋清明心下微松 柔姬嗤笑道 一切深看 宋大人就是死板 忠君忠君 你们中的是冬月的君王 还是如今的陛下 冬月君王不也是一国主的吗 你 你怎能说如此大逆不到的话 宋清明到底古板 心下对元帝再失望 也只是在父亲面前 或心中赋匪 柔姬的话 像点燃了他心中的爆竹 大人何必动怒 别人不知 难道大人不不知晓吗 如今的陛下 可是杀了自己的兄弟 才得到现在的位置 假若登基是他人 你们父子俩 不也一样会效忠 所以啊 大人效忠的是 冬月的君王 是冬月 而不是特定的一位帝王 柔姬早瞧出他心中的小九九 不以为然地说道 如今这般失望 是对如今的陛下失望了吗 宋清明大感亥然 被这敌国的女奸人 看透心思可不是什么好事 他难忍情绪地转身 去了自己的榻上 怄气式地背对着柔姬 明明年纪不小了 还有这般稚气的举动 柔姬扑痴笑了 靠在床榻上翻看着画本子 这画本子 出自昆蓬商行的书局 正是宋明月所写 这府里上下 恐怕只有他洞察了宋明月的秘密 无人知晓 那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 有多少想象力 全都画成了文字 且靠着这个 赚了不少银子 这儿子随了爹 女儿却随了母亲 一样的欢脱性子 柔姬想到天真无邪的宋明月 心底的那点羡慕是越来越浓 想到自己虔诚莫测 还有东郎紧握在秦峰手中 心下怅然 你明日晚间随我一道去公主府 公主平安归来 我们也该过去拜访 宋清明突然转身 恰好看到柔姬脸上 划过的那抹落寞 心下不由的压抑 她也有茫然的时候 柔姬回过神来 英允的同时 也在心底细细思量 那锦华公主死而复生 民间都传得沸沸扬扬了 宋明月拉着她去茶楼 听了不少次说书 虽说是有夸大的成分 但人活着回来 总没有假 而公主与五皇子 是亲姐弟的事 估计也跑不了 这么一来 那公主必定是 五皇子阵营的人 宋清明居然不准备避嫌 她在宋府待了这么久 瞧得出来 这对父子是什么样的人 他俩 是一点也不想卷入皇子之争 只想在其位 谋其职 顶多是在自己的位置上 鞠躬尽瘁罢了 大人不担心 外界将您化入五皇子一派 柔姬打趣道 如今冬月东宫无主呢 见宋清明不吭声 柔姬索性单刀直入 宋家不想卷入其中 可惜旁人 不会放过你们宋家 想要清明 谈何容易 前面不就有 成老先生这个活生生的例子 宋清明不想再与他说话 他的声音总是透着 一股子虚假的娇媚 让他感觉不适 他再度转身背对着她 歇着吧 被冷遇的柔姬不以为然 只是将油灯的灯火 调得暗了些 放下踏上的围部 缩进去 一手拿着扇子 给自己扇风 一边继续追看那话本子 房间里的光变得朦胧 宋清明转过身 见到他把油灯 都弄到踏上去了 夏季为了防纹 床踏上安装了轻薄的围部 他就那么个娇小的人 趴在里面像个孩子 第833章 圣旨下 明明看上去这么柔弱的女子 偏偏心迹身 是男银安插在冬月的一枚钉子 可此刻他看话本子的样子 比起明月来还要幼稚 说他无情 可他对东郎却有情有义 无论如何 也要保其安全 为了他还不惜做了双面奸人 宋清明越想越烦 索性闭上了眼睛 此时的公主府里 秦风正紧锣密鼓地算着账 他用的记账方式 从来与本朝的不同 算得速度极快 随着最后一次计算 结果了然于止上 我们如今还能挪动的银子 就这些了 秦风说道 此前已经挪出去一些 等把这些弄走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就是 如何说服瑞王 接手红雨楼和玉春楼 若是成功 到时候还能带走一批银两 他们自己晓得 自己是要去开朝建代 但对原地来说 不过是驸马爷 拐走了他的宝贝女儿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萧令瑶看着纸上的数字 与他来说 的确是笔巨款了 既是如此 明日便开始想办法 从没异地的商号里提取出来 你舅舅那边 会安排妥当的吧 我那位舅舅 也是扶生隔门生 一肚子的坏主意 秦风说道 我有两位舅舅 这位是小舅舅 一直未娶 是个人精 他之所以这么帮我 一是为亲情 二是为力 柳长生的算盘打得啪啪响 若秦风成功 他这笔最大的投资 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回报 萧令摇听的柳长生的打算 不禁乐了 你这位舅舅 可真是卫妙人 说他是真小人也不为过 如此坦荡 也让人心生好感 若有他帮忙 把银子弄出来 极好 在隋城提取这么多银子 难免引起注意 这件事情 就让柳长生去办了 各位掌柜 先把账上能掏空地掏出来 换成银票交给他 他再将银票送至柳长生处 由他来提取银子 柳长生的心思昭然 秦风也不担心 他会背弃私吞这些银子 眼见那么高的舅舅 看中的不是眼前这些威力 而是他日后身份地位的提升 活脱脱的一个新版吕不韦 夜深人静 两人方才歇息 萧令瑶的头鞋倒在秦风的怀中 嘴里喃喃念叨着 最近发生的事 秦风有一声 没一声地印着 手则轻轻拍着他轻薄的后背 似在哄孩子睡觉一般 萧令瑶就在他这轻柔的拍打声中 来了困意 长长的睫毛抖动几下 终于安静了 看着怀里睡着的人 秦风顺手吸了灯 房间里有冰 两人轻轻相拥 也不至于太灼热 萧令瑶朝他怀里拱了拱 嘴里喃喃念叨 好多银子 这是看了他算的账 都坐进梦里了 要是亲眼看到那些数字 变成了现银 他不得开心地投昏目眩 秦风的手 隔着轻薄的衣衫 挨着他的身子 萧令瑶只觉得挨着个火炉 这火炉烤得他难受 突然推开秦风 一咕噜地翻身 背对着秦风大喇喇地睡了 秦风一时间无语 刚才让他哄他睡觉的时候 怎么没嫌他体热 这会儿绝上来了 就把他踢一边去了 这才摸了几下 掐算夏日子 他的十八岁生辰就快到了 屑时应该已经身在苦牙 秦风掐了一下他的耳朵 十八岁一到 他心底那点子别扭也没了 到时候再一起算账 秦风对十八这个年纪十分执着 不然总有犯罪的感觉 虽说在冬月急急后的姑娘 就可以成婚 但为什么那么多女子产子而亡 还不是因为过早孕育孩子 身体根本承受不住 这朝代的医疗条件有限 不少年纪轻轻的姑娘 因为产子落下后遗症 或直接因难产而亡 还有不少父子因为成亲 太早对身体造成了损伤 因为本朝没什么专业的妇科大夫 导致不少姑娘们调理不及时 那些大户人家倒是例外 手上握有这个朝代最好的大夫资源 这也算是冬月国常见的 医疗资源不平等性 与之对应的 还有教育的不平等性 其实这种不平等性 在现代社会也存在 只是在冬月这种环境下 越发分明 而且因为明显的阶级观念 不少百姓已经麻木 秦风想到此 又将萧令瑶捞进了怀里 萧令瑶前些日子没少受累 这次哪怕是感觉到 后背挨着火炉子也没有力气推开 老老实实地窝在秦风的怀中入睡 这一夜灯火未灭 两人虽不是交警而眠 却也相拥整夜 次日一早 两人被外面的喧哗声吵醒 睁开眼才发现 阳光都从窗户透进来 照得地面斑驳 看着日头也晓得天早亮了 萧令瑶迷迷呼呼地睁开眼 什么时辰了 什么时辰不晓得 我只晓得在不起 太阳就能晒着咱俩的屁股了 秦风顺势抠了抠他软软的小手 起床 外面已经乱起来了 见到秦风与萧令瑶 经无命大步迈过来 先是满脸深意地望了两人一眼 这才说到 方才宫里 去武安侯府宣指了 萧令瑶闻言平眉 昨日方才打算钓鱼 今日鱼便上了钩 这也未免太快 也罢 越快 越容易让不死心的武安侯 彻底打消一律 一条倒走倒黑 秦风吃笑出声 真够快的 陛下这是担心武安侯有意义 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这会儿人到哪了 不会已经到武安侯府了吧 金无命一脸无言的表情 方才已经过了冬阶 这会儿 应是快到了 金无命的预料有差 这会儿的功夫 武安侯府已经接完纸 负责传纸的小皇门 都不敢看武安侯的脸色 宣完纸后 都没像从前那样 等主人家的打赏 便溜之大吉 武安侯手里 握着明皇的圣旨 嘴角的冷笑早就止不住 去往望安山这件事 他早有笃定 原地起会放过 这个冷藏他的机会 但是 真亏他想得出来 武安侯一脚踹翻了 边上的椅子 骂咧道 十位都军随行 哼 北关那只恶狼身边 才放着两位都军 如今却在我身边 放十位都军 这都军名义上 是要约束军队的纪律 其实就是充当皇帝的儿幕 第八百三十四章 碎裂 皇帝也太看得起我萧某人 我这才多少人马 他就派来十位都军 成家的狗东西 也才两位 夫人 你说说看 这是什么道理 武安侯夫人 也懒得去扶倒在地上的椅子 一众吓人早被打发出去 只有自家为出格的小女儿 在院子里张望 忧心忡忡 你我不是早有预备 武安侯夫人冷笑道 圣旨都下了 岂有不从的道理 武安侯最后一丝妄想 也被打得烟消云散 他虽说看到何家的下场后 便坠坠不安 但真要再背叛一次 也需要勇气 他可不想被人指着鼻子 骂三姓家奴 可是到如此 他对原地丁点念想 也不胜 他像暴走的猛兽 在厅堂里走了好几个来回 握在他手里的圣旨 被揉成了一团 武安侯夫人也不多说 他这位夫君骨子里 对原地还有些指望 若不是这回彻底打破 也能做出最后选择 说来说去 倒要多谢原地成全 武安侯终于镇定下来 先回营里告知属下们 看他们的反应如何 此一去 不知侯年马月才能返回都城 建议他们带上家眷 户部若不给银子 费用由我们来掏 如何 武安侯没说出真实的情况 如今是未成 又有都君随行 话不能放得太早 只能另找由头 让将士们带上家眷 武安侯夫人晓得他的打算 轻轻点头 可 他与萧令瑶在天香阁的生意 也赚了不少 实在不行 还有卖宅院和田地的钱 还有几家铺子 萧令瑶早提点他要早些处理 所以 他陆陆续续地出手了部分 银两都没换成银票 武安侯不知道夫人藏了一手 只晓得夫人声名大义 寻常女子对钱财子女看得十分要紧 自家夫人能如此大度 他眼角微红 萧又比我太甚 若真去望安山 此生难返都城 所以夫君可拿定主意了 武安侯夫人沉声道 是在望安山终身守山 还是换个地方 从头来过 与萧又一较高下 敢不敢躲 武安侯若说 以前还有几分迟疑 这圣旨 一下是半点犹豫也无 他冷哼一声 有何不敢 我本就是你腿子一步步混出来的 靠的是本事 不是什么出身 这就好 武安侯夫人 娶过他手中的圣旨 毫无敬意地扯开 冷笑道 如何说服你的部署 随你一道离开才是正事 收拾一下出府去吧 武安侯转过身 还不忘记把自己踹翻的椅子扶起来 再接过夫人手中的圣旨走了 萧纸青这才走进来 看着母亲大人的脸色 一反常态地没有追问到底 武安侯夫人叹息一声 本想在离去以前 搞定女儿的终身大事 被郭家的臭小子搅了局 真是恨得他咬牙 再说武安侯回了营帐 便将手下一众得力干将 召集到一起亮了圣旨 主人顿时沉默 有几名性子急些地 直接变了脸色 陛下这是要打发我们 把我们当什么了 望安山那鬼地方 真要开山见到的多少年 我们老死在那里得了 副副官更是直接 当初莫将军是被人穿小鞋 才去了望安山 咱们这算什么 他们你一言 我一语说的武安侯耳朵边上嗡嗡作响 他倒也不急 大喇喇地往椅子上一靠 反问道 你们不服 敢不敢杀去宫中 与陛下叫宫 这指 敢不敢为 全场静默 武安侯冷笑道 不愿意又如何 咱们这是软柿子被人捏了 谁让我这侯爷做得不体面 连累你们受苦 原本是作戏 可以想到这些年来的憋屈 武安侯当真红了眼眶 当年老子 给他卖命 手上染过的血不计其数 到头来落的这样的下场 是我肖某食人不清 祸害了弟兄们 原本就静默的营帐 就更冷静了 良久才听到几声叹息 带着几分悲怯 望安山不比当年的北关好多少 北关的地理位置 比望安山还要好得多 起码一马平川 他们若真去望安山 手道战道修好 且不说 陛下会不会让他们回都城 就是能 也是多年后 多年后 他们都是老将 再回来 哪有他们的位置 余生只怕草草收场 逃不过狼狈 一想到不久后的将来 全员皆探 武安侯打亮了猪人的脸 这才说道 此次随我们出行的 还有十位都军 会一路陪同我们 到达望安山 这十人是陛下精心挑选之人 得罪不得 终有人忍无可忍 愤怒到站起来 侯爷 有句话 俺实在忍不住了 这不就是谢莫杀驴吗 属下虽是个大老粗 也晓得这叫甚 这他妈的叫望恩负义 还都军 要都什么 这分明是把咱们打发得远远的还不够 还要把咱们当贼房 三千人 三千人抵得过北关那边 又一名副将激动道 侯爷 咱们当真要忍气吞声 不然我率着你们去宫里抗旨 还是学术院 那帮学生一样 当街贵请 武安侯斜眼看了一眼他们 这样的情绪 恰是他需要的 他叹息道 传令下去吧 圣旨说了一个月内必须动身 武安侯说道 此去不知道多少年 告诉兄弟们一声 全员带上家属前去 省得与家人分离 可这需要多少 户部与兵部 可是吝啬得很 副副将脱口而出 肯定不能劈 武安侯斧掏这笔银子 我绝不会看着大家伙孤苦连钉 把妻儿老小单独留在家乡 武安侯说道 家在外地的 也可以抓紧时间去接 听他说得如此笃定 几名副将面面相去 这动静未免太大 不过一想到 要去不知道多少年 中途可能不能回来 他们就蹭得站起来 属下这就去传话 一时间 圣旨的内容传遍军营 侯爷愿意贴补大家伙 让大家尽量带上 家人随行的消息 也一并传开 一时间三千将士各有心思 有气愤填膺的 也有不舍独城的 独城可比其他地方繁华 望安山是什么鬼地方 说得好听 是卫军分忧 说得不好听 就是被放逐 第835章 武安侯府回忆 武安侯在营帐里四处走了走 随处可听到议论声 为察觉他的到来 不少将士都倾斜着内心的牢骚 一个个垂头丧气 要是上战场 去敌伯斯沙岛还好了 若是死了 还能挣个名声和抚恤营 如今这番打发咱们去望安山 和流放有什么区别 就是 莫将军带的那些将士 去了这么多年 一次都没有回来过 这一去 估计就是去养老了 怪不得将军让我们把家人也带去 那里什么都没有 怎么带去 一人叹息道 我家中还有兄长与嫂嫂 我又未成家 母亲肯定是与他们过日子 不会与我走 我还是一人去罢 你就舍得家里人 不舍得怎么样 好歹家中不止我一个儿子 将来也有人给他养老送终 以后我只能多寄些银两回去 以表孝心 这辈子 能不能见着一面就再说了 听着他们话语中 透出的无尽悲怆 武安侯心中男人怒火 正如那手下将士所说 若是前去与南营 北墨的敌军厮杀 哪怕是死在战场上 又何妨 刚才这小兵说得有理 虽说他劝他们 带着家人同去 但像刚才这种情况 老人家也不可能随幼子 前往那望安山 他心中长叹一声 罢了 一切随缘罢 将军 有人发现了武安侯 立马拘束起身 纷纷低下头 一人大胆道 请将军恕罪 方才属下们 只是随口发几句牢骚 武安侯常说出一口气 是我对不住你们 若非树敌太多 又不招圣上欢喜 如何能连累你们去望安山 这一去如你们所说 此生难回都城 你们都跟着我受苦了 原本想着 我自掏私产 让你们带上家人也无妨 可惜 武安侯看向方才说话的小兵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带不走也无可奈何 一番话说尽无数悲凉 武安侯叹道 独军随行 而等还是要管好口舌 切莫再像刚才这般肆意 若被独军听到 可不是这般就能了事的 提到那十位独军 众人一时无话 一直为吭声的 一位小将晚愤然道 为何如此羞辱我们 末将宁愿死在战场 那独军数量 为何多于北关大军 必 住口 方复将听得骇然 一手扶着刀 便冲向那名小将 正欲抬脚 便被武安侯拽了回去 胡闹 此等时 我等更应该奸如铁筒 先打起来 那才是轻者痛 仇者快 那小将本就是想一吐为快 后果如何早有预料 未料到武安侯并不准备责怪 心下涌动 不禁说道 我等难道只能如此了吗 将军 武安侯眼底泛起一道金光 未必 三千人的心思各有意 武安侯也不急 任凭外面的消息发酵 等到消息 传进公主府的时候 已经是有好几个版本 与原有的事实略有出入 若不是萧令瑶 与武安侯夫人有密切往来 随时随地掌控着那边的进度 还真要被那些似是而非的信息 弄得雾里看花 如今传言满天飞 但军指到同一个方向 武安侯府回忆 萧令瑶刚看完武安侯夫人的来信 嘴角溢出一丝笑意 如今的宁家人口凋零 老将军在当年宁小将军生死后 便一病不起 老夫人更是病逝 宁家原本就只有夫人姐弟二人 宁家也因此败落 老将军硬撑着门楣 直到身子骨实在受不住 才结甲归田 夫人其后嫁给了当年 刚刚冒出头的萧将军 彼时他不过一个七品将 按当时的情况 看夫人乃是下嫁 但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那个不起眼的泥腿子 能在日后平步青云 还能得以封侯 可惜的是 宁家也并未因此重新崛起 毕竟门厅中再无难盯 武安侯夫人对原地的憎恨可见一般 最难得的是 武安侯夫人并未迁怒于荣云安 而是将这笔账算在原地头上 哪怕知晓荣云安另有遭遇 依旧未改 秦峰想到郭世通 说道 就算现在武安侯府想把女儿嫁于他 恐怕郭家也不会同意 门庭是郭家联姻的重要依据 武安侯都要被打发到望安山 这信号一出 哪个还愿意与武安侯府联姻 好在萧令姚知道内情 也不替萧家的小女儿发愁 看这信中所写 武安侯夫妇早有计较 他们这边仅需派人接应便好 至于是何计 武安侯夫人只一笔带过 倒让他二人十分期待 至此 冬月借到南营与北墨通商之事 算是画上了句点 秦峰以为 用各取所需来形容罪事恰当 只是其中 还有两位君王魄力与眼界的比较 孰高 孰低救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依着老规矩 这信马上就化为灰烬 秦峰今日忙得眼睛通红 柳院则启程去了江北 他此去江北 是为了与娘家人重新见面 打好关系 顺便带着银票过去 府里如今只剩下他们两位主子 宋清明早早地送了拜帖过来 说要带着夫人 一同探望平安归来的公主 秦峰早就写了菜单子 让厨房动起来 他经个是没有力气亲自下厨了 宋清明与柳姬到时 对面的袁不七也刚好反腐 一边下马车 一边下马 恰好打个照面 那袁不七对宋清明微微合手便当打了招呼 目光位在柳姬身上多停留半分 便急匆匆地进了府 柳姬不经低语道 此人便是子无为那位原统领 看着果真不可一世 你少招惹他 宋清明知道 他有自己的路子 否则如何知晓子无为这位人物 不过初见就猜得到对方的身份 柳姬甜甜地一笑 上前挽住他的胳膊 夫君教训的是 切身听夫君的救世了 明知他是作戏 宋清明还是很没有出息地红了脸 又不好叫人看出他俩貌合神离 只能硬着头皮 任由他挽着自己的胳膊 步入公主府 前来接他们的金无命 看着两人不禁扎舌 宋大人这脸红的 跟蒸熟的包子一样 看着滚烫滚烫 倒是这位柳姬公主十分自在 萧令瑶迎面走来时 柳姬公主有些许恍然 眼前这人怎么瞧着 有些说不出来的感觉 第836章 抢人大战 彼时在宋府按着她的头的人 是冷若寒 虽是易容过 但两人的气场 毕竟有些共通 如今在看到女装的萧令瑶 虽是模样与打扮大不相同 完全没有关联 依旧让柳姬有些恍然 宋大人 宋夫人 萧令瑶笑道 听闻你们二位要来 秦峰去小厨房监工去了 他让我转告宋大人 今日他不能下厨 所以只能保障出品 宋清明心中意暖 其实萧令瑶早听暗卫提到过 秦峰被幽禁期间 宋清明曾经反复打听消息 当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他对宋清明的好感 更上了一层楼 柳姬公主看着萧令瑶 眼神都不带眨的 萧令瑶看她一眼 故作娇羞地以善遮面 夫人如此看着本宫 本宫可要受不住了 宋大人好夫妻得此娇妻 柳姬回过神来 刚才那种怪异的感觉 瞬间散去 她微微一笑 不确定这位公主 是否知晓她的真实身份 更无法将面前的人 与那温雅 却下手稳辣的冷公子 联系在一起 萧令瑶却是痛快至极 秦峰早就向本宫说过 夫人的身份 夫人也算是我们自己人了 柳姬顿住 说她二人 夫妻情深果然不假 彼此间没有秘密 她甘笑着松开 挽着宋清明的手 对方是知情人 她还有什么必要演下去 倒是宋清明的胳膊一空 倒是生出一丝不自然 她尴尬道 殿下都知道了 虽然是阴差阳错 但宋大人也大想厌服 并不亏 萧令瑶已有所指 让宋清明修红了脸 柳姬却对这位公主殿下 有了全新的了解 倒是挺合心意的 萧令瑶领着两人 直接去了善堂 秦峰虽是累 但在一边指挥 出品依旧是色香味俱全 已经许久 没在公主府蹭饭 找回了以往的感觉 坐下后道声多谢 便不声不语地吃起来 柳姬瞟了她一眼 再看看秦峰 不禁笑了起来 耳边传来秦峰的声音 没有旁人 就直说吧 这次你的主子玩了一记高招 恐怕增兵也在她预料之中 对象会是五安侯也计算到 驸马爷真知灼见 我们陛下在是皇子的时候 便是个有心计的 如今当了帝王 目光自然要深远一些 此番的确有离间五安侯 与贵国君王的打算 但并不为重 众星依旧是要借道开道 打通三国的关通要塞 柳姬早知道 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 实话实说 三国有条通道 这条通道将来可以派上用处 不仅是通商而已 南营果然狼子野心 通商之道 也能成为进兵之道 除去东南海域 又多了望安山一处 不仅如此 北墨也借此机会 打通了一条 通往东越与南营的通道 与北墨来说也是突破 所以这两国才会勾连在一起 虽是时效会长些 但好过没有进展 秦峰在这一点上 倒是佩服这两国的帝王 起码人家不急在一时 有放长线钓大鱼的忍耐 柳姬想到东郎 索性又送了一波情报 不仅如此 陛下如今广懒人才 宣布认可冬月的科举制度 冬月科举中 凡是重过禁食的 都能在南营任职 这不是直截了当的抢人大战吗 秦峰的眉头跳了跳 这人还真难搞 夫人肯无所不言 甚好 萧令瑶说道 驸马 不如最近安排夫人 见一面东郎 柳姬正品着菜 按道味道的确不错 突听到这话 激动得手指微颤 当真 夫人肯如实相告 全当回报 秦峰说道 明日便派人去府上接夫人 不过夫人最好独自前往 再想好由头 以免暴露马脚 盯着你的人可不少 除去陛下的人 还有奸人阁内部的人也防着他 柳姬现在 就是加薪人 干得好事如鱼得水 一个不小心 就会被加成肉酱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柳姬许久未见到东郎 心下一阵雀跃 他身边的男人 却面色阴沉 暗自生了醋意不自知 秦峰的眼封一扫 就把宋清明那点 古怪的神情看在眼里 其实这种现象也难免 虽然彼此心知肚明身份 但柳姬毕竟是宋清明的妻子 何况 两人有过肌肤之亲 发生过最亲密的关系 依他对宋家的了解 宋清明的房里十分干净 可没像郭世通那样 早早地通了人事 所以他 不仅是个超级盛男 还是个超级老处 男人对夺走 自己第一次的女人 多少有点情结在 再加上两人光明正大的身份 摆在这里 柳姬对去见另一个男人 如此欢心 宋清明心里不别扭才怪 都是男人 秦峰颇事同情地 替他夹了菜 吃菜 喝酒 少心酸 宋清明嘴巴动了一下 硬没想到反驳的话 只能埋头吃菜 想到最近发生的事 接探到 中原地区汛期超过预期 黄河水量一直上涨 我恐怕要亲自去一趟 需要带一批防疫要包过去吗 秦峰哪能放过这个撸钱的机会 宋清明点头 秦峰给的那个方子 的确好用 不仅如此 他还提供了许多防疫病的方法 估摸着八九日后出发 好像 五安侯也是那时候离开 宋清明不得不说相较于他 五安侯等人离开的日子 定得十分仓促 仅仅数日的准备 便要全迎开拔 秦峰按道一声好 陛下应该是担心生变 才急着 让他们迅速离开 以免生事 但殊不知 凡事都有两面性 这样一来 越发显得他急不可待 容易引发反噬 夫君要出公务 切身帮你收拾行李吧 柔姬说道 训妻若是有变 夫君千万保重 宋清明的手一顿 还是不太习惯 在外人面前这么秀恩爱 尤其心里知道 他都是假的 一下子变了脸色 冷冰冰地说道 都是知情人 你不必如此惺惺作态 柔姬微微愣住 以前在宋府里 不都是这样的吗 所以他都装习惯了 平日里 看他虽然不吭气 但也没有出言阻止过 金哥是怎么了 哟 萧令瑶都大吃了一惊 平时温温吞吞的宋大人 发脾气了 第837章 莫怨 宋清明不过是心里 莫名的不痛快和别扭 这种情绪 已经压抑了太久 兴许 是在秦峰与萧令瑶 真恩爱的刺激下 越发显得他二人可笑 他突然间就爆发了 奈何他并不是那种 大开大合的性子 话出口后变声悔意 耳边传来柔姬温柔的声音 也是 只是平时作戏习惯了 一时半会改不过来 让宋大人受惊了 柔姬如此依然自得 面对他的发作 也没有半分不喜 反而兴致勃勃地问起 萧令瑶那些 从未见过的菜色是什么 把宋清明亮到一边 看着面色 尴尬的宋清明 秦峰在心底给他点了啦 他怎么可能是 女奸人柔姬的对手 不过 这两人之间的气场也不寻常 总让秦峰觉得 像他那附留了白的地图 看似什么都一清一楚 其实藏着掖着 想到地图 秦峰看了看宋清明 那地图他 临摹了一份送往西南 原图一直握在自己手上 此前为了以防万一 没有存放在公主府 事实证明 此举英明 只是那图在宋清明这里献过刑 秦峰嚼着饭菜突如嚼辣 即是提到夏训 他下意识地说道 如今是夏季 正是大训时节 水暗线上升 也在秦里之中 且从六月时 训期起码在三四个月 正是如此 大训期间 来水主要是上游的暴雨 青年那边雨量比往年都要大 我担心西时的防训 恐怕收效甚微 两岸百姓诸多 我实在放心不下 所以向陛下请见 前往致训 秦峰想了想 这边乡可没有天气预报这东西 恐怕是那边有来信 情况危急 才会让宋清明急着前往 大训为六月到十月 小训则在三到四月的开春时 大训的来源是上游的暴雨 而小训则是因为上游的冰雪融化造成 大训的时间长 小训的时间短 危害也小些 而小训因为发生时节 在桃花盛开之时 又称为桃花训 秦峰见宋清明眉头紧锁 比语道 宋大人此去千万保重身体 雨量变化莫测 虽说势在人为 但老天爷这大腿 也不是时时能扳得过的 尽力而为 宋清明举起酒杯 坚定道 上蓝 下牌 还要防止淤沙 若有更可靠的泄洪之法就更好了 我朝的洪低见来不易 若非万不得已 绝不会毁坏堤坝来泄洪 决堤泄洪 实乃下下策 一提到本专页 宋清明完全将刚才的尴尬 抛到一边 与秦峰聊起着抗洪至洪之事 另一边柔姬与萧令瑶 把酒言欢 气氛看上去十分热络 只是那边谈的是泄洪之策 这边聊的却是女儿家的八卦 偶尔谈及见人格的事 看似漫不经心 却是彼此试探 话中有锋芒 而武安侯府里的氛围 则截然不同 萧家人齐聚一堂 就连武安侯嫁出去的女儿 也带着女婿一同过来 萧家的二房 三房 三房人全部齐及了 武安侯端坐在上位 自家人已经官请门来说得清清楚楚 只是这二弟三弟 如今都在朝中任职 虽说官职不高 说起来也是都城的官 如今武安侯府情况有变 萧家老二与老三 均晓得大哥被外派 名为外派 实则是放逐 两家被叫来说是商议事情 其实心中有数 萧家这前途是莫测了 武安侯端坐在上位 眉眼威闭 人齐了 他却没有及时开枪说话 萧家老三中忍不住道 大哥 您倒是说句话 那圣意真不可为 他们的前途 其实全系于武安侯一人身上 他若是失事 他们做人弟弟的 也讨不到便宜 以后再随城就没有靠山 大哥手下虽然人马不多 但毕竟是有从龙之功 也是封了侯的人 圣旨都下了 难道有假 武安侯终于睁开眼 面容上满是疲惫 今日叫你们来不是争辩之旨意 是不是真的 而是问你一句 一道去望安山 武安侯夫人抬头扫尸一圈 果不其然 一个个听了这话 都面色惨白 都不敢知是兄长的眼睛 眼神闪烁得不行 他心头冷哼一声 就知道会如此 兄长这是何意 我与三弟君在朝廷任职 若是随大哥一道去望安山 岂不是要请辞 萧家老二硬着头皮说道 何况徒儿带女的 一路上也不方便呀 请辞倒是不必 我可以向陛下 奏请给你们在军中 谋个一官半职 想必关接也差不到哪去 这样我们三兄弟也算合家团圆 不必有分离之苦 武安侯置地有生 不是舍不得官职吗 不是舍不得俸禄吗 他把后路解决了 武安侯夫人笑而不语 这信销的大老爷 前面还说什么 自家家人重要 但也做不出来 把兄弟扔在这是非之地 受他牵连的事 依旧想着带他们走 可惜这两位什么德性 他是知晓的 既不是能臣民真实的情况 还要用足够的筹码 带他们离开 但他们贪图的是 随城的人脉 又有攀附高知 在一飞冲天的野心 岂能甘愿离开 他是嫂子 在这两位小叔子面前 其实也算是外人 这种时候多说多错 他反正抱着看戏的心情 不言不语 任凭武安侯独自发挥 能将人带走 是他的本事 带不走吗 自添忧伤 肖家老二与老三面面相去 肖老三胆颤心惊地说道 大哥不想一家分离 但我们都是成家的人了 总不能不顾家人所想 对吧 二哥 武安侯一听遍 知道他们是不想走了 却还是不忍心 日后事发他们兄弟俩被自己牵累 又问了一句 老二也是如此想 随城毕竟是都城 孩子们待在这里才有前途 不说别的 别处哪有那么多的好书院与先生 您三位侄儿 都到了可以冲击春围的年纪 行了 武安侯说道 不妨明说 陛下将我派之望安山 其实和流放没什么区别 此举意味着什么 你们不是不清楚 日后若因我的缘故 导致你们再都城不顺 莫要怨我就是 第838章 中派用场 一听武安侯松了口风 两人居然喜上眉梢 武安侯见状 只觉得胸口痛 索性把话说得更明白 陛下对肖家不满已久 我这一去生死未卜 你们留在都城 也难保性命 他横眉冷对兄弟二人 再次立声问道 若是随我离去 路上若有好歹 也能保个性命 若是留在都城 无疑是板上鱼肉 任人宰割 纵然如此 你们也不肯随我离去 严禁于此 其中利害悉数挑明 任君选择 二房与三房震惊不已 不顾得大哥与大嫂在场 便交头接耳 一个个面露难色 那三房的弟妹 却是个不懂得掩饰情绪的人 直接眉头皱得紧紧的 一脸的不情愿 武安侯夫人在心中吃笑一声 扭头就看到 自家夫君铁青的面色 她心中不禁好笑 自家两位弟弟 是什么情况 难道有所不知 他们贪图着都城的繁华 只想赌一把未来的前程 岂能与自家大哥一道被放逐 大哥 陛下英明神武 只要大哥不做什么对不起陛下的事 想必也不会牵累到我们 萧家老二开口道 兄长此去多保重 若是我会做对不起陛下的事呢 武安侯抬抬眉 眼底尽是威慑 将来之事可说不准 二弟 三弟 机会只有这一次 萧老三迟疑道 不若分家 扑 武安侯夫人直接笑出了声 听堂里比刚才更冷静 武安侯的眉眼染上了一层红 纯是气出来的 武安侯夫人还算镇定 赞同道 三弟此意甚吼 侯也以为呢 那便分 武安侯其实早就想好了 若是他们肯一同走便好 若是不肯 他做大哥的 定然会想法子护他们在隋城的周全 分家便在其中 只是这主意 他说出来是成全 是保护 但若是有两位弟弟提出来 则是背弃于他 他们是自己的利益为上 根本没想过与他同甘共苦 此种亲人 着实可笑 武安侯闭了闭眼 两只手捏出了青色 那便如此 时间紧急 军中迁移在即 分家之事便从今日开始 说完 武安侯立马起身拂袖离去 武安侯夫人此时才笑道 侯爷不管后院之事 两位弟妹随我来吧 府中的仗义轻易处 倒是好分的 这话说的两家人有些尴尬 武安侯夫人 可是他们惹不起的主 别看您家无人了 但陛下每逢您小将军 继日时都会有所表示 这也是官员家眷们 不敢小瞧武安侯夫人的原因 事情至此 武安侯三兄弟正式分家 而军中 签议工作也在进行 有些愿意带家眷 家眷在城中 或是离随城不远的 都打点好了 不愿意带的 都去了书信寄了银两 毕竟无人知晓归期 也不晓得前途何在 一时间整个营帐里 颇有些萧索 这种压抑的气氛 等到十位都军前来时 更是达到了顶点 在迁移之时 都军到位 这意味着什么 不过是防备他们 都军到位后 营帐里更是阴沉 按理说 此事令人心生不快 但武安侯白日 在营帐里面色铁青 回到府里 却是一脸轻快 分家的室友夫人操心 那可是快刀斩乱麻 分得叫一个利索 许氏被他的话吓到 两位弟弟生怕被他连累 以至于对一些有争议的点 都未提出想法 只图快点撇清关系 武安侯知晓结果后 倒是挣了半天 最终抱之一笑 这一日 武安侯与兵部交接完毕后 回到府里 见到厅堂里 堂儿皇之坐着的秦峰 与萧令姚二人 汉毛竖起 下意识地看向四周 你二人怎么来了 居中人 竟然敢明目张胆地 跑来武安侯府 真是闲命长骂 侯爷不必担忧 我的身份都挑开了 讲明了 萧令姚大咧咧地说道 我与夫人的约缘 父皇是知晓的 夫人即将远行 我身为晚辈前来会会面 有何不可 就是 越是光明正大 越好 萧又若是不满 那就在心里憋着 那件事情 明家是迫于无奈 才能憋进肚子里 真以为人都健忘不成 武安侯夫人 正是站在秦峰他们一边 武安侯这才宽了宽心 坐下来道 兵部已经调了粮草过来 今日交接完毕 此去望安山 陛下也想让我们 多带些粮草过去 以做补充 他们这算盘 倒是打得够想的 打发咱们过去不说 还让咱们出苦力 不过倒是便宜咱们了 武安侯夫人的眼睛都快冒光 求之不得 秦峰一算 这回接收的物资 除了这三千将士在路上所用 还有远望安山军事 及他们过去后的补给 看来这批物资的数量不少 想得到这一点 眉头微皱道 只有一事 如今将士们虽是怨声载道 但仍缺少契机 此事不知如何是好 秦峰早预料到此事 纵观历史上起事 哪怕有足够的铺垫 也需要起事的时机 揭竿而起那一瞬间的高潮 也需要足够的前奏 我们今日来 便是为了此事 如今万事俱备 仅欠东风 他们便来送着东风 秦峰取出几张纸 交到武安侯手上 此事十位都军的身份来历 还有他们的喜好 性情 软肋 这人在官场 岂能没有把柄 这几位都是红雨楼的常客 纵横声色之时 总有男子义的时候 嘴巴上不把门 不知道送了多少隐秘士 到红雨楼的姑娘那里 原本秦峰是想着 学那黑色皮革手册 收集以来备用 但后来也没有多少用处 未成想在武安侯这里 先用上了 武安侯大略地看了看 越看眼睛瞪得越大 好家伙 这十人就没一个是干净的 不是私吞过兄弟家财 便是谋害过平民性命 最夸张的是 还有私设赌方敛财的 东西 虽是送至侯爷 但如何利用 就要看贵抗力了 秦峰的神情 有几分严肃 不过晚辈晓得一句话 欲要鱼上钩 势必要先抛鱼耳 第八百三十九章 月下后家人 武安侯没有误过来 武安侯夫人一掌拍到桌上 笑得开怀 多谢驸马爷提点 这东西 咱们必定用得上 看来夫人是有法子了 秦峰说道 还有几日 侯爷与夫人就要离开独城 除了这些东西以外 我与殿下还给夫人 准备了几位帮手 届时留在夫人身边赐奉 话不用说得太明白 武安侯与夫人同时点头 多谢 他们都是女暗卫 也手握着与西南联络的渠道 若是事成 将会领着他们前往苦涯 秦峰顿了顿 说道 接下来侯府是盲 我与殿下便不再过来 唯愿侯爷与夫人一路顺丰 马到成功 另外 夫人也派与您再相逢 武安侯夫人看着萧令瑶 眼底有泪光闪烁 时光不饶人 不知银安如今是何面貌 从武安侯府出来后 两人一进马车就松了口气 萧令瑶转身就在 算今日接的那批粮草 越算越觉得美 嘴角的笑意都快挡不住 俨然忘记这一批 都是他老子的东西 秦峰忍不住捏了捏他的耳朵 笑道 事情还未成 休要现在就得意 依旧是那句老话 笑道最后的才是赢家 武安侯能不能带军离去 还要看契机 不碍事 你我素来喜欢多套计划 若是路程上不行 那便到了望安山再行事 说不定还能把 墨将军的人马一并带走 萧令瑶想得怪美 不是更好 秦峰也不打击他的积极性 此事最佳 便是能全员加上粮草 一并去往苦衙 最坏不过是武安侯夫人一家 前往苦衙 横竖都是收获 萧令瑶应了一声 顺势掀开不连 恰好看到 一人骑着快马而来 但进了以后 却迟出不前 定睛一看 那人可不就是郭士通 秦峰俯身过来看的时候 还顺势搂住萧令瑶的腰 郭士通下马后 发现身边的马车停下来 抬头就看到这两人 光天化日下 居然紧挨在一起 尤其那秦峰 像是欺压在萧令瑶身上 两人沾的那叫一个紧 郭士通立马吃笑了一声 哟 郭参将这是要去往何处 秦峰明知故问 这条路是通往武安侯府的必经之路 他这么心急火燎地跑过来 进了又不敢上前 还能图什么 想到他们的打算 秦峰暗自接探 郭士通难得想拴在一个人身上 可惜有缘无分 武安侯府这次举家前往旺安山 就连出嫁的大女儿 也会一道离开 可谓是离开得彻彻底底 说到这个 就不得不说 武安侯府的亲家那边 比他两位亲弟弟拎得亲 这种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事 还用多想 休目 随便转转 郭士通一反常态地滋滋嗯 完全不像平时没心没肺的他 只是这理由 乃能糊弄过去 秦峰摇头道 朋友一场 给你个提醒 武安侯已经回府 不说那位萧小姐 愿不愿意见你 要是被侯爷逮到 有你好受的 你不想想武安侯 如今要去望安山 可是你亲老子 在朝堂上的提议 秦峰其实有些乐 原本是安排黄堂 把武安侯推出去 没成想郭士通他爹想不通 自己跳出来 做了这个杯锅的 倒是让黄堂置身事外 虽是曾派助手是他提议的 可他到底没推武安侯出去 这样的结果 让秦峰心生心喜 就是可惜了郭士通 媳妇没影 亲爹还得罪了武安侯 若是按着剧本走 武安侯那叫归得其所 但中间跳出个人来推动 这特么叫始料未及 还是被人阴了一把 能爽 郭士通被捅到了心窝子 含混道 谁说我要去侯府了 不过是听说侯府分家 过来看个热闹 这晚间吴世天又热 出来散散 秦峰揉了揉萧令妖的耳垂 故意说道 媳妇 咱先回 秦峰最近多了一样嗜好 那便是揉萧令妖的耳垂 他的耳垂格外粉嫩 阳光之下 更是有玲珑剔透的感觉 第一次试过以后 便爱不释手 有些放不下 真是 狗东西 郭士通看在眼里 心里一万个不痛快 但还是舔着脸说道 你们是从侯府出来的 武安侯府怎么样了 怎么样 兄弟分家 兄弟离心 侯爷举家上下 全部随军离开都城 对了 听说夫人还变卖了名下的宅田 看样子 是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 秦峰探道 某人可以死心了 秦峰的那点小心思 并未瞒过萧令妖 他们越是光明正大的提及这些事 越是显得武安侯 只是死心离开都城 才不让人觉得异样 郭士通一时间沉默 他亲老子在朝堂上 建议武安侯增助望安山时 他的脑袋就空了 现在更是嗡嗡地响 连秦峰他们的马车 是何时使离的都未察觉 待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天色更沉 原本还露出头的脚跃 躲进了云层 郭士通思来想去 自己的确没什么立场 去武安侯府 正准备打到回府 又一匹快马奔来 那马上的少女 一袭月牙白地近装 头发竟然只梳成高高的马尾 飒爽无比 那少女见到站在路边的人影 因灯光昏暗 看不清面目 近日发生的是他君知晓 当下警惕心大起 马立马慢下来 待尽了以后 看清那人的长相 这少女眉头微平 时边必要加速 郭士通正愁上心头 这欣赏人就送到了跟前 一跃就扑到肖指清的马前 狠狠地抓住马边不说 一只手还扣住了马鞍 肖姑娘 她差点脱口而出她的名讳 情急之下换了个称呼 肖指清气急败坏 看到郭家人和见到仇人 没有两样 你们郭家害我们肖家至此 你还跑过来碍眼 毕竟是武安侯夫人 一手带大的姑娘 这利落的性子 与她同出一辙 郭参将还是离我们武安侯夫 远些为妙 肖姑娘 此事是家父的不对 我替家父向你们侯府道歉 好不好 郭士通咬了咬牙 颇有些哄姑娘的语气 你我二人末 因为此事伤了和气 第八百四十章 有缘无分 我们哪来的和气 这种东西从未存在过 无需提伤字 肖指清断然道 如今 我们将举家随军前往望安山 是圣意难为 但也要多谢令尊一手促成 此事我肖指清铭记在心 郭士通是有苦难言 他那日也曾问父亲 为何要见只武安侯 井水不犯河水不行吗 未料到父亲说 他不过是看出 陛下迟早要打发了武安侯 不如由他来做这个坏人 讨得陛下的欢心 既然黄唐起了头 他不介意顺势而为 其心不正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他现在心虚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家人就要离开都城 以后恐怕在男友相遇的时候 郭士通的耿静也上来了 小姑娘 我是真心想娶你为妻的 你是否真心与我无关 郭府的门眉如何更与我不相干 你花名在外 不过是一时的兴趣 越是得不到的 越觉得有趣 一旦得知 必定视之无味 萧志清并未下马 反问道 你说你钟情于 我要娶我为妻 为何 因为我是武安侯女 还是因为我 抽了你一遍 此前从未有过女子 在你面前如此嚣张跋扈 听闻郭参将小小年纪就有了通房 想必从小经历的 都是娇软听话的女子 不过是燕窝鱼吃吃多了 想换个口味罢了 如今郭家献我们萧家于不意 你我更是无缘 手撒开 说时迟 那时快 郭氏通指听得嗖的一声 扭头才发现 一只剑居然急驰而来 妈呀 这武安侯府的人也太虎了 郭氏通忙松开马鞍 身子朝后一仰 避过那只剑后叫道 侯爷 郭家的小子 还敢找我们家的事 也不知道武安侯 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他一手拿着弓 整个人虎虎声威 大不留心地迈过来 眼睛在女儿身上下下看着 芷青可有事 不曾 他未曾伤我 萧芷青急声说道 父亲不可冲动 如今开拔在即 不可声势 郭氏通又害又惊 听到小小年纪的他 如此镇定 又觉得心里被填满了一般 果然是他看上的姑娘 不是寻常那些 故作楚楚可怜的小通房 和外面的妖艳货色可以比的 萧芷青一说完 却看也不看郭氏通 直接拍马回府 武安侯则快步来到郭氏通身前 踢着弓箭 冷冷地看着他的脸 数字 若非本侯如今要离城 我们两家走着瞧 伯父 郭氏通一时间心切 脱口叫出这个称呼 武安侯听了更来火 到底是生了女儿的话不能多事 冷哼一声后 转身便走 郭氏通常常地叹了一口气 以手遮目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时间一闪而过 先有宋清明启程前往中原流域 亲自检验防讯堤坝 主持防讯工作 后有武安侯率三千将士离开都城 前者走得无声 后者则可谓是声势浩大 离开那日 随城天气突变 乌云盖顶却不见雨滴落下 车马如长龙一般 缓缓朝城外驶去 围观的百姓站满了整条街 武安侯骑马前行 又派了一队人保护将士家眷 高头大马 百姓围观 粮草军备 武安侯心头却是苍然 若是此行逝去战场的话 他会比现在志得一满 恨不能快马加鞭前往战场 可惜增助望安山等同于流放 熟悉的街景即将消失 天气又一反常态的阴沉 武安侯咬了咬牙 今日开拔 他的两位亲弟兄 居然避嫌都未能相送 反倒是秦峰与萧令妖一早过来 还有那冷落寒 三人一早就过来侯府 还与夫人说了许久的话 临到此种时候 亲情还不如好友 武安侯冷笑一声 回过头去 竟是在人群中 与秦峰的眼神对上 与以往的犹豫不同 此时的武安侯 眼神异常坚定 目送着人流 车流离开随城 终于连尾巴都瞧不见 萧令妖低声说道 但愿一切顺利 虽说是宜人不用 用人不宜 但此事能否成功 且要看武安侯夫妇如何处置 从隋城前往望安山 单边的路程要二十天左右 若是碰上天气不佳 或路况不佳 恐怕要一月有余 再加上此次携带的家眷不少 真正的路途遥远 好在原地虽急着让武安侯离开 但在物资供给 集军饷上并未苛刻以待 只是派了独军一路护送监督 秦峰手握着扇子 武安侯带着浩浩荡荡人马出城 一路向北 出出城时路况极佳 车马几乎畅通无阻 这么多将士 自然不可能歇在驿站 往往夜深之时 皆是郊外扎营 而武安侯夫人 带着两子两女 及女婿一家小心 照顾着将士的亲人 而河安那边 早得了秦峰的口信 在休息站处 留了不少房间 供武安侯夫人使用 是已在驿站和休息站的地方 大军能歇息的舒服些 也是在休息站处 武安侯见到了河安 这一见之下 方知道这休息站的玄机 竟是一驿站 一休息站 好一个秦峰 这一路上 他们的进城休息站 就足以掌握向秦峰回报 趁着四下无人时 武安侯与河安在单独的房间说话 武安侯夫人 带着两子在外间守候 那十位都军 已经入住此处驿站 夫人等人 则入住休息站 剩下的人马都安排好了 河安进来后 便交代自己 如何安置住人 休息站后面的空地 派上了用处 此刻那里正升着篝火 河安派人送了不少 生肉过去 就着火堆制烤 将士们离开都城的仇闷 短暂时去 侯爷 带出了中原 便要往东走了 越往那边走离西南就越远 想要调转 可就越来越难 河安不过是想 告诉武安侯一个事实 东家说中原有人相助 等出了中原 就在南帮手 武安侯的手指 在桌上扣了扣 想到秦峰交与他的 那十位都军的短处 出发那日 秦峰又奉上了一份大礼 实证 是那十位都军 违法乱纪的证据 虽有不足 震慑做贼心虚者足矣 武安侯正要说话 外面传来武安侯夫人的声音 段都军怎么过来了 第831章 哇